德國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 5月27日表示 德國和美國之間的能源夥伴關係 包括擴大海上風力發電 和在工業生產中使用輕的合作 哈貝克在柏林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美國計劃到2030年 建造與德國相同數量的海上風電 此前他簽署了 德美氣候和能源夥伴關係聯合聲明 七國集團的氣候部長正在柏林開會 討論烏克蘭戰爭引發的全球能源成本飆升 這場衝突引發了一些國家 爭相購買更多非俄羅斯化石燃料和燃燒煤炭 以減少對俄羅斯供應的依賴 引發人們擔心這場危機 可能會破壞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 來自世界上最富有的民主國家的部長們 將會在會談中 就如何使氣候變化目標保持在正軌上爭論不休 隨著該國放棄化石燃料的努力變得更加緊迫 德國還希望加快其綠色氫能工作 哈貝克說 如果我們現在想在短期內 遠離俄羅斯天然氣 這還不是要遠離俄羅斯天然氣 而是要保護自己免受普京的勒索 而是要保護自己兔健康 現在輕鬆的努力變化 因為它沒問題 更加快的那樣 是要保護自己兔健康 它沒有任何土壇 從便要保護自己兔健康